那好,我们现在开始吧,大家,这是今天我们主要的topic,就是因为这是我们八月份的第一次课,所以说我现在,当然是我们这群人就是求职驱动的,大家没有什么说的,大家就是为了拿offer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呢,这次课,就这次课我要定一下,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种一种模式,一种Mansight,所以说什么是Data Analyst, 大家不要说,我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吗,是,我要给大家来谈一谈,还有一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技术stack,是吧,下面我也会谈怎么我们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我们叫professional的Data Analyst,还有一个就是我后面总会留出时间给大家,然后大家可以带着自己任何的学习上的问题,职场上的问题,包括就是数据相关的,或者是别样的数据相关的,这个技术问题,我们都可以在现场讨论, 所以我下面是把大家标红了,all members,大家都可以带着任何问题来,给我来谈,对吧,我来给大家来解答,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往下走了,好,这是我下面大概会花四十五分钟的一个小时来谈一下,什么是数据分析师,是吧,以及数据分析师之成功的立场, 大家想想呢,就是现在啊,就是我经常会接到电话,然后呢,就说我也会去看一下,这个数据分析师,啊,就是我打这个Data Analyst,作为Keyword,到这个Job Fair,Job Marketing的这个网站上去看一下, 其实数据分析师这个指挥非常非常广,那有的数据分析师几万块钱,五六万块钱,有的竟然有的数据分析师竟然十几块钱,二十块钱,每小时,啊,所以说我在这里面就给大家谈,那什么是真正的 Professional Data Analyst, Data Analyst,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数据分析师,啊,是真正的IT层面的,是真正 Professional层面的数据分析师,我们是属于IT的,这个,系列里头的,啊,数据分析师,是一种高端的数据分析师,好了,那我就会往下走,看看怎么我们这群人能够真正成为 Professional Data Analyst, 这是我下面的主要的agenda,然后我今天主要是要给大家build的一个Mindside,就是,数据分析师我们最在意的是什么样子,是吧,它的capability啊,它的技能,我们最在意的是什么,所以我会给大家一些demo,啊,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什么是业务体系,我要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业务体系里面,来做专业的数据分析师的工作,还有一个就是,那我们就会谈谈我们这个体系下面,怎么大家就能够, 能成为 Professional Data Analyst,啊,以及,最后我会稍微提一下,就是,作为数据分析师,我们的这个career path应该是怎么样子,是不是啊,我们有可能一些职位选项是什么,对不对,好了,这个是我今天主要要谈论的内容,啊,我们到这一页吧,这一页非常busy,大家,是不是非常busy啊,其实这是我画的,所以我对这个图,请我独钟啊,我总是把它放在这儿, 那么,这页图跟这个数据分析师有什么关系啊,大家,其实数据分析师啊,我们看到的很多人觉得数据分析师就是掌握一些基本的,或者数据分析的一些技术,啊,就是一些tech stack, 然后呢,天天就是做一些subdata在里面,就是,就的一些这个query啊,然后做一些visualization啊,做一些实践练习啊,就干这些事情,不是的啊,我们作为专业的数据分析师,其实我们是在这个里面的,那么在一个企业里面啊,就是我们作为数据分析师,我们是,其实是企业run它的business的,实现企业的数据驱动的,大家了解吗, 所以说我画这个图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作为数据分析师,我们可能身在其中,啊,我们可能身在其中,比如我们可能在它的marketing部门,我们可能在它的sales的部门,是不是,我们可能在它的custom service,或者call center的部门,或者在它的e-commerce的部门,或者我们在后台的ERP的部门,对吧,或者finance啊,accounting的部门,还有一个,我们可能是在企业级level的,是吧,我们是专门做战略层面的, 数据的工作,做数据分析的工作的,是吧,所以说我们其实啊,我要给大家这个图,放在这儿,就是让大家这个manset要change啊,把我们的这个关注点,只是放在,哎呦,SEICO啊,TypeLow啊,Power BI这个角度,提升上来,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在这个,作为数据分析师,怎么把我们融合在企业的这个,各个的体系里面,是吧,在企业里面成为真正的数据分析师,好了,这个图放在这儿, 让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因为我们现在啊,Round Business全部都是数据驱动的,所以每一个这样的体系,实际上我们企业里面是有行大的,是吧,很多很多digital系统,就是我们说的电子化系统,数字化系统,来支持企业Round他的Business的,那在Round Business的过程中,就产生了大量的数据, 所以这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这就有了我们数据,Beta Analyst的用之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价值在如此之巨大,对不对,有了我们,我们才能挖掘里面,才能分析数据,挖掘数据,我们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BI,Business Intelligence,才能真正的实现我们企业的数据的驱动,是吧,所以说这个图放在这儿, 我就是要把大家的Manset提升起来,是这样的,好了吧,大家有这个sense了,那好了,那我现在呢,实际上这个图太枯燥,我现在先给大家做几个demo,一个是,好了,我们说呀,就是我们做过这样一个统计,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师,就是我们看这个所有的这个website的这个job description,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如果是在这个Data Analyst这个job的, description上面有业务体系的描述的话,大概65%以上,都是CRM相关的,大家可以想象,现在我们这种business,是不是都是基于custom为核心呢,然后是以围绕这个custom展开的,这个业务体系,是吧,你要销售你的,你要定义你的产品,生产你的产品,你要销售你的产品,你为了很好的销售你的产品,是不是就有marketing了,marketing就是你这个企业生存的春夏秋冬了,就是这个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外面的世界里面, 对你企业的认同度,对你企业的产品的认同度,对不对,所以说你bill到marketing,然后基于这个marketing就是你企业的生存的环境,然后你销售你的产品,然后销售完产品是不是要提供服务啊,所以所有的企业,真正的你的产生的revenue啊,都是围绕着你客户展开的,都从你客户来哪儿的,custom那儿来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在你求职数据生计师的时候,如果是高端的数据分析师,就是我们所说的professional data, 基本上65%以上,如果他描述了他的业务体系,一般都是客户相关的,大家可以再去,以后大家在做job search的时候,在投检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些数据分析师是干什么的,finance方面的,accounting方面的,还有一些是ERP方面的,比如我们有一个同学在深圳那边,他是从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回到深圳,然后参加一个美国公司,美国公司是做logistics的, 就是做物流的吧,面试,实际上对方给他出了一个任务,就是分析一下,这个logistics,就是他的这个supply chain,这个performance,给他了这样一个题目,所以说这就相当于ERP,就是相当于后台的ERP体系的一个数据分析的assignment,当然我们那个女生拿到了最后拿到offer,offer很不错,在深圳,所以说你会发现呢,真正的高端的data analyst,一定啊, 他会,他看你这个人的时候一定是从业务体系上面来看的,就是,我不是,我当然啦,你掌握基本的这种fundamental skill set,是必须的,但是呢,我要看看你的这个level,我要看看scenario chain,你这个在什么样的资深的程度上,我当然要看你这个,就是你这个,你是指示什么样的业务体系,而当你谈到,当你面试的时候,你谈到的是你的业务体系的时候,再加上你的这个币案的能力,加上你数据分析的能力,那你就一下就 outstanding出来了,是吧,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支持大家,拿到offer的一个tip,是吧,大家以后知道,我们会怎么的让你来做这件事情,好了,那我这个图太枯燥,我们就来说说,好,那么大家看到了吗,这个是CRM系统,CRM系统是管理客户的,对不对,管理你的marketing sales service的,其实对我们很多人可能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系统是啥样子,但是我们却要去参加企业,需要做这样的分析,好了,我打开, 这就是dynamic CRM系统,但是聊通过这个图,我想给大家一个感性的认识,如果你是作为业务人员,是吧,因为我们做的数据分析,其实是企业的业务人员绕上的binance,企业的业务人员是我们的stakeholder,了解吧,好了,其实很简单,看到了吧,其实在他们这个平台里面,这个dynamic CRM里面,CM的平台里面,其实就是BI,你看到了吧,他当作为一个sales representative,上班的一开始打开的就是dashboard,那么在dashboard里面,你看, 大家可能这些词,大家现在不了解,没关系,因为大家都是不同领域,你对我们自己的懂闷知之体系,你都有你的这个experience在某个方面,到时候呢,我想你这方面都会有所认知,是吧,好了,大家看到了,我上来之后,首先迎接我的,就是我做一个sales rep,我上来的时候,迎接我的就是我的dashboard,那这里面就显示我有多少商机啊,有多少open的商机啊,然后, 然后我所有的商机的分配啊,大家就很熟悉啊,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数据分析师嘛,好了,每些商机我已经赢下来了,它的这个revenue是多少啊,大家看到了吗,还有这个open opportunity商机都是些什么呀,contact是什么呀,对不对,还有我今天要做什么,看到了吧,是不是大家就是作为一个sales guy,我上来,我就开始基于这个业务体系啊,就是digital系统来run我的business,而真正怎么来run我的business,实际上是它 产生的BI,是不是,那这些BI,就有可能就是我们数据分析师来提供的,对不对,那像,那这是一个,我就不想去走进去了,大家有个感性的认知就行了,那你比如我要是怎么来做自己的business呢,我可能先从这个线索啊,我从线索开始来做我的business,然后线索有了之后,然后呢,我可能就去打电话,然后呢,就有了商机, 那有了商机,也许我就影响了这个,这个商机,我就产生一个order,对吧,我产生了order,然后呢,我就开始有invoice,然后呢,我就开始走到accounting的系统,然后开始receive,开始收钱了,然后开始,然后shipping,是吧,shipping我都produced了,那这个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看着表面很简单,是吧,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做的这个数据分析师啊,其实产生的数据啊,其实就是通过这个系统,这些系统来产生的, 大家了解吗,那我刚才,我就不想,这是我们的custom,对吧,我觉得大家给大家大概有感情认识,这是我们的custom,对吧,我们看看这个,我们到底企业有多少的custom呢,我来看一看啊, 好了,我有这么多的custom,看到了吧,那我是不是这个对custom进行管理啊,那如果你们做数据分析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数据分析的工作呀,包括那个custom,custom segmentation,分类,然后呢,我想让你看一看, 这个产品在这个时间段,基于这个人群啊,基于这个客户的群体,它的销售的情况,然后我还可以让你预测它未来的情况,对它minding,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custom吧,那我刚才谈到的是sales这个pipeline,就是你可以go through digital的系统,来完成你整个sales的pipeline的进程,了解吧,这就是业务体系,我不想go through details,然后这是sales,大家看到了吗,还有这个service, 我想我们同学,很多同学啊,做过我们后台的那个call center,对不对,企业call center的一个项目,企业机项目,其实那只是call center的一块啊,那就call center的这个企业项目,实际上呢,call center往往是跟我们这个体系,我们CM体系啊,这个集成在一起的,了解吗,一个客户来了,我们就创建一个case,实际上就产生一个ticket,了解了吧,就是产生一个ticket,了解了吧,就是产生一个ticket, 那这个ticket就开始了,然后就有描述,然后我们开始提供服务,然后你可以判断这个ticket所服务的时间啊,然后客户的反馈啊,客户的满意度啊,等等等等,就是go through这样的process了,了解了吧,这就跟call center集成在一起,就是这样一个process, 那么说我们这就是典型的服务,对不对,那好了,怎么做marketing呢,哎呀,marketing这个很复杂啊,大家,所以说我们在这看看怎么做marketing啊,marketing实际上就是campaign,是吧,就是一次次的campaign吧,就包括emailcampaign,包括这个你可以做广告,还有很多digital channel,我们说到了marketing就谈到了这个数字化的marketing,就是这个model, 包括我们比如youtube,包括facebook,包括这个linkedin,等等等等,都是我们的digital channel,是吧,我还专门讲过这个topic,大家知道有这个,我给大家讲这些topic就是大家要有sense啊,把自己局限于啊,把自己的目光,从这个,紧紧盯着你的点数据的,就是那种知识的,技术的知识体系要抽象出来,抽象出来,要提高自己的事业,对吧,要提高自己的事业, 然后我就会给大家讲,到底大家应该有什么样的能力,是吧,就能让自己真正的非常strong,是吧,非常strong,然后在这个领域,我们就能outstanding出来啊,好了,这就是marketing啊,marketing就是你就可以有很多campaign啦,对不对,然后你这个就是你可以采成campaign,然后你这是你的这个,给哪些客户采成campaign呢,然后在这里面你就可以setup你的这个这个,这个campaign,你要做些什么工作,对吗,然后你可以emailcampaign, 或者你可以通过digital的channel,比如YouTube啊,Facebook啊,Twitter啊,对不对,然后甚至这个WeChat啊,产生相应的这个campaign,要集成在一起,然后你可以对这个campaign的这个结果进行打分分析,你可以看看这个你的campaign的ROI, return,那是investment,说到这个digital这个campaign啊,我给大家讲一故事,因为我那时候到多大去给他们讲这个digitalcampaign啊,那个,其实很多企业, 这个企业的这种,其实很多企业的CEO,都很偷偷,越大的公司,它在这个上面,花钱越大,我们说sells是挣钱的,那么digital,这个marketing是花钱的,大家了解吧,那花很多的钱,就烧钱,但是呢,有个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有的企业很富有,他愿意花钱,他痛苦在于他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他不知道这些企业,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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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钱的,其实有很多企业的项目,大家了解吧,就有很多企业的,但有个企业的企业,是有很多企业的,是有很多企业,是会花钱,大家了解吧,那花很多的钱,就烧钱,但是有个最 而且哪些部分是有价值的,是有用的 是真正能给企业带来value的,能让它增加它的sales的 带来profit 所以这都是很大的challenge 那我们就有一个ROI的分析,Return of Investments 里面有很多models 像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数据来支持的 都是数据分析来提供的 了解了吧 其实这个系统其实很复杂,后台我不想给大家来展示更多后台的东西 但是我就给大家一个感性的认识啊 比如企业,你们所做的数据分析 是你们所支持的你们的stakeholder 你们stakeholder也许每天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系统 它是靠这种digital的系统来让它的business 来实现 它的business的这个最优是吧 最高效 了解了吧 这就是digital的系统 好 我不想给大家 影片了 你比如在这里面你可以定义你的产品啊,你做什么样的销售啊 你的客户你可以分类啊 你可以定价啊,然后你可以go through你的sales pipeline啊 然后有些你可以看你的商机啊,商机的转化率啊 你的线索你可以进行分析啊,你可以预测 某个群体里面 某一个群客户 他未来对你某个产品的消费 消费的情况 所以说你可以有后台,你如果是manufacturer ERP,你可以做充分的准备 增加你的库存 是吧 等等等等 所以这就是 看着很简单 是吧 就是我们就可以在里面进行run我们的business了 那你刚才看到这个系统,实际上如果我要让你做数据分析 让大家做数据分析 其实上我们的stakeholder是谁啊,刚才看到这个系统 我们 有marketing 实际上marketing也许我们就在marketing部门 是不是 或者是我们在strategic的IT部门,我们帮助marketing这个团队 来做marketing相关的数据分析和挖掘 或者我们就在sales 帮sales这个部门 来做很多很多数据的分析 了解了吧 然后或者我们就在service这个部门,比如这个service部门还跟call center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有些惨状分析产生大量的数据 我们也会 对他进行这个分析挖掘的 了解了吧 好了 等会我会告诉他 那大家我有个问题问大家了 我们说像我们刚才run这个是CRM系统 有marketing self 这个self service 大家有概念吗 那你大家觉得他后面肯定是有数据库的对吗 好了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他后面数据库的一个情况吧 就是 因为 我们这些同学们呀 其实 都是数据分析的专家 以后 那大家知道他后台的数据库 他后台的数据库长什么样子吗 其实 因为到这儿了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我再进去一下 大家可以提问题啊 我最喜欢的就是大家提问题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 他还要让我输入 这个这个 等一下大家 还给我来一个认证 我要 681887 681887 我这是双重认证啊 好了 到这边 大家其实 其实每个系统啊 它的核心都是数据嘛 对不对 就我们run business 它的核心也是数据嘛 好了 那我就看看大家 看看你们看到的数据结构是什么呢 一个个table table table之间的religion shape 然后他们之间的这个 logical的这种 diagram 是不是 然后physical的 diagram 对吧 那好了 你看看这个 他们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系统 它其实后面也都是数据 它的后面的数据库也很复杂啊 像这个 所有的 这些东西 entity下面全是它的table 全是它的table 大家看到了吗 这就是它这个数据 这个体系全是它的table 几百个table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大家可能都看到过这个adventureworks 其实它那个数据结构跟这个比起来 那就是 那个只是demo啊 这个相当相当的复杂 好了 那我就问 我先 抛个问题让大家留着啊 你们作为数据分析师 如果我让你做dynamic CM的分析 你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 好了你首先 首先业务你得了解吧 有一定的了解 对不对 你要是支持sales 那你就得了解sales这个部门大概的业务是什么呀 流程是什么呀 你要是支持marketing 你就得了解marketing这个部门到大概的业务流程是什么呀 好了 我让你要做数据分析 比如到datawarehouse去做数据分析啊 企业的数据窗户 你们觉得有些数据你需要到dynamic CM这个体系上来抓取的 大家了解吗 好了这就是它里面数据的数据结构里面存储着你所需要的数据 好了对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你觉得困难吗 如果是只只专注于你们手中的那种技术体系 所学的那种这个technic skills 你能到这边找到相应的数据来把它抓取过来 通过etl到这个datawarehouse里面 然后标到你的tube来进行分析吗 做不到 是吗 非常非常难 因为 这里面有数百个tables 然后他们之间都有相应的relationship 非常复杂 那么 所以我现在抛出问题就让大家做一个思考 如果你作为数据分析师 如果我让你到dynamic CM来做数据分析 你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就现在这个状态 好了 这就是数据 就它的数据 都是它的table 我打开一个让大家看一看 它是非常复杂的 你可以打开这个 你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个就是面对我们的 我打开它一下 打开这是它的form 然后我看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color 看到了吧 这是这个很长的 这是它里面的这个 大概的这个table里面的结构 这是我们的 这是color 是吧 然后这里面大家也能看到relationship 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数据分析师们 这个relationship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是吧 一对多多的 好 等等等等 我就给大家说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要做CAM的分析 到这里面提取数据 是不是我们需要 对这个体系了解的越多越好啊 要不然 它就是相当我们 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 它就相当我们 我们的一个黑洞 对吗 好了 这是CRM体系啊 这个CRM体系啊 你说呀 就光这个页面 它到底能有多大呢 我可以告诉你 可以有 几千人在用这样的系统 了解吗 也可以上万人 在用这样的系统 那我们这个系统是在云端的 所以它可以 非常平滑的 scalable 扩展 是这样的 那这个你想想吧 你这个企业里面 这是多么重要的系统啊 它所有的 Sales Marketing Service 全在上面 让它的business 所有的那个revenue 都来自于这儿 对不对 不得了 那这里面的对这个数据分析的 施的要求有多么的高啊 非常非常高 但是这个体系里面呢 它已经自动的产生了很多很多的 避害了 所以说你看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 单事报的大家看得都很清楚吧 不管你是做Sales Marketing Service 其实都有相应的 BI 对吧 但是呢 你要做深层次的数据的分析挖掘 就是靠你们了 就是靠我们这群这个 professional的 Data Analyst了 就是Sales了 你们都有 那个这个Service 都有相应的 DI 了解吧 这是一个系统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有印象了吧 我们其实做数据分析是就是 这样的 系统的 好了这是一个系统啊 这是CRM系统 那我再让大家看看 ERP系统是什么样子 这是我们公司的ERP系统 大家看一下啊 好了这是ERP系统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系统可以支持你企业的这个 就是我们说 Retail和Wholesale 就是你 你作为这个贸易公司 你可以到第三方采购你的产品 对吧 然后呢在你的仓储里面再把它卖出去 我们赚这个差价 那好了在这里面你看看啊 就有了 就有各样各样的管理系统 你看是跟刚才Same是不是不一样啊 因为用这个系统的人 是一群这个ERP的人 对吧 他们可能是做采购的 ACCUMENT做采购的 还有 还有FINANCE的整个部门是在这里面的 ACCOUNTING部门 当我们把这个 物品卖出去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要产生EVOICE啊 我们要去RECEEVABLE啊 就是收钱 是不是如果我们采购 是不是要付钱啊 我们要有General Ledger啊 我们要有这个公司的总账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还有这个 各种这种系账 是不是 包括这个 等等等等吧 在这里面啊 你看啊 这是整个的 FINANCE的管理体系 了解了吗 好了还有开始的管理体系 我这个也不详细说了 你看这实际上也是相应的BI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你Sale多少东西 然后你买了多少东西 然后呢 你配了 配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你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还有呢 大家再看看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就是 这个你的Business 各个公司的 它的这个 分布的情况 大家能看到吗 还有系统提示我这个网络不好 好了 那这个系统就是我们所说的后台的ERP 其实我们一个大的企业 Round Business的时候 前端是CRM 后端是ERP系统 然后ERP系统 我们其实有时候会把这个Finance系统 和Counting系统 会独立出来 但是它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嘛 我们说这个Round Business的时候 它是有几个点 有几个 一个是这个业务流 数据流 和财务流 财务流 一般我们会把它单独的拿出来 它来支持整个企业的 这个你的现金的管理呀 你的总账的管理呀 你的税收的管理呀 你的固定资产的管理呀 还有你银行的康复的管理等等等等 都是在这个Finance这个模块 做的 如果我们说我们支持的是在Finance这个体系下面 我们作为数据分析师 大家觉得你们需要了解什么东西吗 需要了解很多很多东西 需要有相应的斗闷 最好有相应的斗闷支持 对吗 好了 那这里面有采购 我们就可以 因为是个贸易公司嘛 我们可以采购 第三方的产品 然后我们就 那又有相应的仓储啦 eventory的管理warehouse的管理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卖出去 也有sells order 有sells的管理 是不是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是哪个管理体系 这是ERP体系呀 是不是我们都是 这个靠这个BI来支撑我们的 都是靠BI来支撑我们的 那好了我再提个问题 如果让大家去 到这个作为ERP体系的数据分析师 你们会有什么感觉呀 你们也会到这是不是 如果让你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系统 你们要到这个系统里面去抓取后台的数据 是不是 来做相应的数据的处理和准备 你们会是什么感觉呀 所以说对很多很多人来说 业务体系就是一个黑洞 就是黑洞 看不进去的黑洞 而对我们数据分析师来说 这是最最致命的 最最致命的 对吧 好了 这是我给大家看的这个 这个ERP体系 我就想不想给大家那么复杂 让大家觉得 好像 很庞大 完蛋了 是吧 觉得这怎么办呀 这里面 有这个反弹词呀 有仓促的管理呀 有sells的管理呀 有sells的管理呀 有采购的管理 都在这个体系里面 是这样的 好了 我再让大家看一个体系 这是企业的业务体系 对吗 大家 就是 你们做数据分析师 其实你们就是在这个体系里面的 你们应该融合在这个体系里面 来做数据分析了 这样才能让你们最最有价值 了解吗 好了 这是我看到了前端的CRM 后端的ERP 是吧 好了我再让大家看一个体系 大家心里就有数了 这是另外一个体系了 哎呀有这么多体系 就是什么现在我们所说的体系呀 都是数据驱动的 就是数字化的体系 都是数据驱动的 这是一个网站 这是一个网站的系统 实时的网站系统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会拿到这种很多 实时的信息 看到了吧 这是Google Analytics 大家都知道吗 就是实际上我们谈到的Digital 这个Marketing 其实我们实时的 在在线的在访问 在访问这个website 然后这是他们的路径 配置的这个 访问的哪个page 然后呢 他们是从哪过来的 看到了吧 这是实时的一些information 现在是73个 正在访问这个体系 好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信息 你可以看到它的location 是吧 现在这个加拿 这是美国地区 是最多的 是吧 大多是从美国过来的 然后这是从哪个 从印度也有四个 是吧 加拿大是有两个 等等等等 大家看到了吗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traffic sources 从哪过来的呢 是organic的 还是referral的过来的呢 对不对 好了好了 这是一个实时的 还有看到它的转化率 看到它的转化率 大家知道吗 我给大家这些东西 都是需要大家用数据分析来产生的 大家了解吗 这都是我们数据分析师要做的工作 都是后台我们数据分析师要做的工作 就像我每天 至少我要有几次到这个系统上来看 看我的网站 访问情况 大家看到了吧 这是历史性的东西 这是Line 大家看看 上七天 对我们的网站的访问情况 这都是BI吧 大家对BI很熟悉吧 我们做数据分析师对BI很熟悉 我刚才给大家看到的都是真枪实弹的BI 不是我们在这个拿着这个subtle data做的这种练习 这都是真枪实弹的BI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网站的情况 有多少是returning visitor 有多少是新的visitor 对吗 我们能看到它是语言 从哪些地方过来 它的国家的分布 这个分布 我们能看到它使用了什么样的操作系统 是吧 然后我们就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了 然后我们可以还可以做对比 是吧 同比我们同比一下吧 好了 这是我们做同比看到了吧 这是我们上七天 上一天 上十四天做相应的同比 然后呢 报告我们现在的这个performance是怎么样啊 是active的用户是蒸了还是减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overreel看一下吧 好了 overreel看一下也是同比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跟上七天 做一个完整的比较 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家 看进去 这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分布情况 对不对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它用了什么样的操作系统啊 什么样的系统啊 是用什么样的设备 是吧 都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甚至可以 看看我们的audience 它都怎么样 它们的路径是什么呢 我们的audience在这上面没有体现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 demographics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然后overreel吧 好了 这都是别 大家一看到这个就很熟悉 对吗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性别 还有看到它的年龄 在哪个年龄段 看到了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兴趣 我们看看这些访问我们网站的 都是有什么样的兴趣啊 这有的是shoppers 有的是雇员 empoiment 是吧 有的是media unattainment 有的是喜欢movie lover 就是喜欢这个 这个爱情电影的 是吧 我们有的这个 有一部分属于financial services investment的services 大家看到了吧 这些全是BI 是不是 全是BI 甚至 大家可以在里面呢 可以看到它的肌肉啊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behavior 都在你这上面做了些什么东西啊 还有它来的这个 都在你这个在上面做了些什么东西 是吧 然后呢 你还都可以看到它这个 访问过来的频度是多少 看到了吗大家 然后它的engagement怎么样啊 都可以看到然后这个conversion的这个这个conversion的情况怎么样呀 转化率怎么样 好了大家 这是什么系统呢 这是data 这是google analytics 那实际上 你会发现啊 我们不论是让我们的crm系统 让我们的sales marketing service 还是让我们的rp系统 logistics purchasement 就是procurement procurement finance accounting 我们的部门呢 还是inventory warehouse的管理 其实后面都是数据分析 了解吧 其实我们作为专业的professional的数据分析师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融合在 就是在我们有意识的把自己放在这个 真正的业务体系里面 来考虑问题 这样才能让我们真正能成为 一个professional的 data analyst 是不是这样 大家 好了 到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好了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PPT上吧 给大家了一个感性的认识 是不是 我画这个图是有原因的 这个图看着非常busy 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来看 就是一个真正的 系统 到底怎么样 是吧 其实我们做的数据分析师 就是支持 那些使用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 系统的这些人的 他们是企业的这种 business guide 他们是run business的 我们是通过 他们run business 所产生的大量数据 我们在里面进行分析 挖掘来支持他们的 在相应的BI来支持他们的 这就是 我们数据分析师做的工作 对吧 好了大家有什么疑问吗 到现在为止 那我们就再往下走了 好了 这是我们一张图啊 大家 所以说刚才呢 我是从这个 业务体系的角度 给大家做了一个 做了三个demo 让大家认识到 哦 原来业务体系长这个样子 我们以前 以前埋头都是在做那种 sumo data的分析 我们真正的 是要面对的是业务体系的 对吧 那现在我们没有机会面对啊 那么怎么办呢 实际上我就要 大家要build 这种mindset 要让自己的事业上来 了解吗 大家 因为 我们这里面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professional 你们都有自己的 domain 的体系 你们都有自己的 以前的experience 了解吗 所以说 我们作为数据分析师 要跟我们 以前的背景 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要用 以这种数据分析师 mindset 来思考 我们以前的experience 和我们的domain 这样呢 才能让我们尽快地成功 大家了解了吧 好了 那我们稍微的这个 narodont 刚才是业务体系 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些只是一个直观的图 好了 那我们是做什么 是吧 我们除了做数据分析 其实数据分析产生相应的 based intelligence 产生相应的reporting 实际上后面我们要做大量的工作的 那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对吗大家 好了 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典型的 是吧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刚才忘了问大家了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三个系统 后台的数据库是什么样的数据结构呢 我希望大家会互动起来 我们一定要互动起来 它是什么样的数据结构呢 是 OLTP的数据结构 对吧 所以说我等会儿可以告诉大家 你该怎么学 你掌握到什么程度 就没有问题了 OLTP的数据结构 我在这写的很清楚 OLTP 大家了解吧 我不用解释OLTP是什么东西 好了 我刚才看到的这个体系 这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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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还给大家demo的 这三个体系都有 还有刚才demo的 算这个体系吧 就是对这个体系的数据 就是我们对这个 就对这个 audience 访问我们这个系统的一个分析 这四个体系 这个体系 Finance体系 CM体系 ecommerce体系 和ERP体系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他们后台的数据库 都是OLTP的数据结构 是不是 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 是吧 这个 Data 是吧 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 是吧 这样的数据结构 好了 那我们刚才产生了 就是我给大家展示的那些 数据分析的结果呀 像刚才看到的CM体系 Finance体系和ERP体系 他们都是基于他们本身的OLTP的 数据结构产生的 了解了吗 产生相应的这个 visualization BI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 ecommerce系统 但是他后台有OLTP产生的 也有后台的 Data Warehouse产生的 大家了解了吧 好了 那 在这里面其实很简单 就在我们一个企业里面 就是刚才可以想象啊 就是我给大家构画一个场景 在一个企业里面 这就是我们刚才监控到的 我们的ecommerce系统 然后在里面我们销售我们的产品 大家了解吗 ecommerce系统 好了 CM体系包括我们管理整个的sales pipeline 做marketing 是吧 做相应的service 跟我们的 后台的这个call center 集成在一起的一个系统 然后finance 整个我们的这个 generalizer呀 包括receiver payable呀 包括这个budget的分析 investment的分析 包括固定资产的分析 等等等等 是吧 这些体系 还有我们ERP体系 他们可以在基于自己的YTP 产生相关的这个BI 对吗 但是作为企业的大脑 就是我们企业呀 要做这种深层次的多维度的 大数据量的 跨系统的 这种分析 所以我们通常是通过data warehouse来做的 大家了解吗 data warehouse data warehouse可以延展成data match 如果我们把这个 我们起的大脑再分成 你是finance 体系 你是sales 体系 你是marketing 体系 我们要做多维度的深度的 包括这个预测分析挖掘的这种系统 我们还可以延展成data match 好了 这种体系 我们的数据结构是什么呢 大家 是OLAP的数据结构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我等会儿在 我等会儿给大家说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体系要 大家要就是怎么来做的 大家要过互动 就是大家可以带任何的问题来问 等会儿我到我们社区里面会给大家展示 你可以看看 比如我们其他的 我们的社区的member 他们是多么的踊跃在上面进行 互动交流的 我对待大家 包括我们对待大家 是大家是我的同事 就是 我要把你们整个拉起来 整个minsight拉起来 你是我的同事 要以这种professional的角度来过境探讨沟通 是吧 等会儿我会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 好了 数据 一个企业里面 数据是不停的在流淌的 就是我们说数据一直要 抓取出来 然后要清理 清理 transformation 包括massage等等 最后呢 要load到我们的这个数据源 Target的数据 Target source 所有的这个过程 我们叫 ETL的过程 有时候也叫 Data判断的过程 所以说在这个图 我就给大家一个 一个大概的典型的一个认知吧 就是 我们有业务体系 业务体系 有自己的数据库体系 然后呢 这些数据库呢 我们其实都要到这个企业的大脑里面 就是data warehouse里面 来做数据的 多维度的 深层次的 跨系统的 复杂的 然后呢 这个 分析和mining 是吧 隐隐不同的算法 实现mining 基本上是 这样的 好了 那这个我们说 我们这个工作是ETL的过程 叫data pipeline的过程 那这个就是整个的data pipeline的过程 好了 这是我们的企业的大脑 data warehouse 好了 基本上是不是 那我们在里面做什么工作 大家 我们可以基于某个业务体系 进行相应的BI 是吧 数据分析产生相应的BI 有时候我们也要进行 数据的 抓取 转换和loading 是吧 就是ETL 数据pipeline的一个过程 所以叫ETL 我们要把数据也许抓住了 抓住到我们相应的 Target的 Data Source里面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说ETL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是多维度的分析 Market Dimension的分析 包括你可以 设计你的 Tube呀 包括你可以 设计你的不同的 Skimmer呀 Stars Gamer Snowflake Skimmer等等 来做 企业级的 对吧 基于Data Warehouse Data Mart 数据的 多维度的数据的分析 可挖掘 是这样吗 那好了 这就是我们做的工作呀 现在 那我们做的所有的这样的工作呀 不是玩的 不是玩的数据的 都是支持他们的啊 都是支持这些盖的 了解了吧 这些 我们的Stakeholder 这些人 是我们的Stakeholder 了解了 了解了 我们做的所有的工业 是支持他们的 好了 那我通过我刚才的这种讲解 大家对这个数据分析是有了一个稍微不一样的认知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稍微不一样的认知 大家 那我们做什么 这是数据一个我们要做分析 标红的都是我们有可能要做的 BI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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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面也有BI数据分析 我们有可能要做数据的线上的准备 对吗 然后呢我们可能已经基于我们Data Warehouse 来做数据的分析挖掘 那我们用的工具是什么呢大家 工具很多很多 等会我会讲这个数据分析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 那我们的体系 我等会会要求大家 你必须 什么东西你玩的还是比较熟的 Power BI 了解 Excel Excel很了不起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大概百分之六七十的这个 很多企业的 就像这个 做数据分析的 我说的他们不是说我们的 Professional Data Analyst 就是一般的各个部门也许有他们的简单的 一些 就是单纯的 数据分析 他们有可能还叫BA Business Analyst 那是企业 就是那个部门自己叫的 有的Data Entry他也叫BA 像他们 百分之六七十都用的是Excel 大家都知道Excel很强大呀 Excel本身也是一个数据库啊 Excel你可以在里面进行建模 是不是 你可以 进行多维度的分析 是不是 然后也是很方便的 PowerPeword呀 Peword Table呀 Power Query呀 可以连到不同的这种 Data Source 来抓取数据 对不对 产生Power View 是吧 其实就是Excel也是非常强大的 其实 百分之六七十的 这个很多部门的 那种就是我们说的一般的这种数据分析师 他们就用Excel就够了 好了 好了 那现在我们前段还有很多工具呀 有Power BI 大家Power BI都非常熟吧 还有BI BI还有这个Table Table 好了 基本上这就是这样的工具 就是这样一些工具 这就是我们 对我们数据分析师 我们要干的事情 大家了解吗 我们先 那我们在脑海里头 就确定了我们的位置了 是不是 好我们往下走啊 往下走 讲了讲了这么长时间啊 已经讲了 我还得加快一点大家 好 那我现在就再强调一下 我什么是Professional Data Analyst 我其实刚才那个上一张图形说得很清楚了 这是Data Source 我们呢 要做ETL 对数据精准备 有可能是我们做的啊 企业因为一个数据团队很大 是吧 我们加入到企业里面 也许我们只是做那么一部分工作 对吧 更多的可能是面向于数据的分析 但是呢我想把这个整体的配置给它展示出来 好了 这是数据园 那刚才 刚才的数据园是哪呢 大家 我们有CRM系统 有ERC系统 有e-commerce系统 有finance系统 这是我们的数据园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他提供了一个叫 integration layer 不管怎么样吧 是ETL ETL 到我们的Data Warehouse 刚才我忘了提了Data Lake 我这个稍微现在提一下 这个Data Lake 放在这儿呢 现在企业呢 对于我们来说 因为我们是这个 Data Professional 所以说在这个上面 在我们拿到我们的第一个offer之前 除了你是应聘 Sinar Level的 我们对这个不要求 了解吧 但是现在的我们说在企业里面的整个数据生态 Data Lake越来越重要 它甚至是成了真正的企业大脑 都有可能啊 这个我们Data Warehouse 就推积二两千了 它成了企业的大脑 那这里面 就是我们就可能 大家会听到过 Hadoop 也在我们的这个 讲座视频里面都有 大家也会拿到相关的这个 支持的视频 大家也可以用过来探讨 Hadoop HTFS 是吧 文件存储方式 然后呢 大家可能也听过Hive 对吗 那这个里面 这个大家都是结构化存储吧 就是我们都是 我们叫关系数据嘛 都是结构化数据存储 我们有Table Table有relationship 对不对 有组件外件 等等等等 对吧 然后呢 那这个 是原汁原味的 就是你数据是什么样的 我就按 文件 系统的方式来存储它 就完了 所以说就是Data Lake 那在处理它的时候 就在用它的时候 我们还要对这个数据进行处理 对不对 让它成为结构化数据 然后呢 才能被我们所用 所以我们说对这一部分数据处理的工作 是由Data Engineer Data Engineer 就是数据工程师来完成的 那我们这个就不再给大家扩展了 他们所使用的技术是另外一个体系 什么SFARG呀 SFARG呀 Hardufe呀 MapReduce呀 等等等等 是吧 他们可能采用云的体系下面的东西 基于这个体系 我们一般基于这个体系会有什么什么 什么人工智能呀 什么神经网络呀 这个Data Lake 对我们这群人 大家心里有一个 大家知道就行 哦 这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等到我们跨入职场 拿到我们的offer 这个慢慢慢慢就会成为 我们就会融入到 整个的这样一个生态里面了 知道吧 那时候我们的知识体系 就会扩展过来了 我就刚才忘说了这一句话 好了 那这个当然就清楚了 这就是 我们说的Data Warehouse 然后呢 即使你到这个Data Mart的时候 你也许也是通过ETO 是吧 把数据抓到Data Mart里面的 然后呢 对 我们进行来 分析 对数据进行分析 产生相应的 BI的 了解吗 Generated by Business Intelligence 然后服务于我们的 刚才所说的 什么Marketer Source Guide 包括Finance Guide 包括我们的这个Digital Marketing Guide 就这样 下面这个体系 大家以后也会了解 什么数据的安全 整个Data的 Governous Model 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的这个职位的提升 大家的视野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宽 那你就越来越自身 是这样的 大家到现在有没有问题 现在很快 很快 好 没关系 等会儿我们这个 就是这个 我们要把这个气氛 build起来 好了 那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废话 说了那么多废话 其实我就想给大家 再仔细看一看 作为我们数据分析师 professional的 我为什么今天加一个professional呢 大家要看看 为什么我加了一个professional的数据分析师 好了 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 对我们这个professional的数据分析师 这是我们所要求的 大家看到了吗 那我加了这个 专门加了一个 wide self-service of data analysis 好了 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在的数据分析 强调的是 自助 大家就想想 哇 都去自助了 你比如sales guy 就自己做数据分析了 你比如marketing guy 就自己做数据分析了 那咋办呢 那我们这些数据分析师咋能呢 我们干啥去 对不对 好了 在这边啊 我们作为 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我们还是要 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啊 就是现在啊 就是我们说呀 这个 整个的数据分析的知识体系 大家掌握起来困难吗 不困难吧 像这些体系 我想 我们最近有一个同学啊 是在 洛杉矶吧 是不是 我打电话 他把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把所有的这些知识体系 全部实践完毕 他是在线上的 是不是 我看一下 在线上 在线上 好 一个月的时间 就把全部 这个 憨葬啊 我打电话问我 说一个月做完了 好了 学完了 我问 我说你都憨葬了吗 憨葬了吗 全部憨葬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 那就是很不错 很不简单啊 非常了不起 但是呢我们稍微延展一下啊 就是 现在的这个数据分析的技术 发展到今天 它绝对不是难为我们的 我给大家说 实际上让我们更加容易的去掌握了 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单单的啊 局限于我们只掌握相应的技术 我刚才给大家讲了那么多 你可以设想一下 你现在掌握的这些技术体系 你去做刚才我说的那样的数据分析 能做吗 不行吧 做不了吧 对不对 好了 好了 那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啊 就刚才像这些东西啊 像这些东西啊 就是我说在这里面做这样的分析 谁能做 我跟你说几个 举个几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啊 因为现在我们一直 那时候我在微软的时候呀 我们的CIO就强调的叫 Self Service Self Service 自助 为什么能够自助 就是因为 掌握相关的这种分析的工具 是非常方便的 大家可以去 我们这边 现在大家都是professional 大家可以想象你掌握Power BI 掌握Table 是不是很方便 我们在这个 就是我们在 我到系统里面看我们以前做的企业集项吧 那都是大家可以参考学习的 我记得有两个同学 她们是做学CRM的女生 然后在项目上面 我们上午给她交代的任务吧 就是到这个CRM体系里面 做产生CMBI 下午 而且我们要求她是两个 Power BI和Table 他们没有 我们在这个 CM体系里面 我们是不介绍 在以前不介绍 现在我也会介绍Power BI了 他们下午就能产生结果 非常快 而且她都是通过Power BI 一个女生通过Power BI 一个女生是通过Table 至少 她能展示出差不多 八九不离十的BI了 就是我们给她 我们的要求 Requirements 她产生出来了 快不快 上午下午就产生出来了 这给大家印象就是说 掌握相应的 Technical Tools 并不是 非常的挑战 并不是非常难 我在微软有一次呢 我想看一下 因为我们项目比较大 整个的在项目团队里面 比如我们 就是那个团队 就是 大家都知道在云端的授权与认证吗 Authentification Authentization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现在都是授权与认证 就是安全体系 就是你是谁能干啥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就像刚才我到系统退出来 他让我重新认证 并且还 双重认证 他要给我发短信 让我上去 我才能注册到刚才的CRM系统 是不是 这种认证体系 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的团队在做这个事情 大概我们团队给整个印度 美国团队加起来大概一百多人 加上外部的资源 要二百多人 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就想看一下 这个我们的这个 Developer的这个performance怎么样 我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少这种 severity的bug呀 然后bug fix的情况呀 bug有多少这个遗留bug呀 对不对 然后遗留bug 然后我想分类看看这个遗留bug 都在哪个 急上呀 又先急上啊 就是这个严重的集结上啊 这个number one的就是那个bug severity one 一定要fix 我的这个commitment在微软 一年 就大家 我一年 就我的commitment 就是整个的我的团队 一年我都不能有一个 severity one的bug 大家了解吗 非常严格 那我想看一看 就是整个的bug分配情况 然后到人头是不是 然后bug的分类 是不是 然后他修复的时间 有哪些是遗留的bug 这样的深信 然后我当时看了一下 我还有一个团队是BI团队呀 但是呢 因为BI团队不了解这个体系 它是不同样的 不一样的这个organization 就是我下面有三个部分 那个是 垂直到这个就是总部的 另外一个大的部门了 那我就让我们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团队的一个女生 我就说你给我来 这是我的要求 你来给我看一下 你给我产生一个report 一个女生是做这个测试的 就是自动化测试的 是吧 那现在都属于software engineer了 说说稍微说差一点 以前我都叫他们tester tester 就是tester 他又次就给我提意见 他说你能不能不要叫我们tester 我们是engineer 因为在那个微软呢 他分了三个discipline 一个是PM 就program manager 一个是就是dive 叫dive 就是software engineer 他还有一个叫 叫这个software testing engineer 是吧 实际上也是engineer 现在这两个都合并了 现在都是software engineer 但是呢 我叫惯了叫他们tester tester 然后他又是真的 我说能不能不要叫他们tester 他们是engineer 我也就给大家比较差 然后我记得就是中午的时候 我告诉他我要看一下这个情况 因为他是做tester 他能讨论所有的数据库吗 我没有预计 我预计他一周给我结果就行了 大家 他因为他不是做数据分析的 他不是做BI的 他是做software engineer 他就是做自动化测试的 他是叫coding的 第二天下午 他就端着他的便携器到我的桌面了 到我的办公室来 他说我已经做好了 就完全的非常详细的 BI就展示在我的桌面了 我当时很吃惊啊 你了解吗 因为他不了解什么是power BI 他不了解这些东西啊 他没有用过power BI 但是他真的用power BI给我展示出这样的东西了 我给大家说了这个情况 大家有什么感想吗 其实我还是想说 因为他了解 他了解数据 他了解里面的数据结构 他掌握一个power BI来做数据分析的话 是多么的快 是不是 大家 也许他分析完之后他把power BI的工具忘掉了 忘到九江云外了 但是他真的只花了 24小时 从我中午交代给他 第二天的下午 就到我的桌面了 让我看到所有的详细的 BI 所以说我就给大家说 现在啊 就是还有比如我有时候接到电话 同学问问我 哎呀老师啊我能不能学啊 我说绝对你没有问题 从技术的角度我现在还没有遇到一个人说不能学的 不能学的 整个的 数据分析的知识体系 没有问题大家 没有问题 没有一个有问题 好了 好了我可能说多了啊 那我还是到这 好了 所以说 所以说我就想了 现在有一个大的挑战就是 业务们呢 做数据分析更快 在这个其实我们在那个我们企业系上目上看得也很清楚 我们CM的同学 他们做CM相关的分析 快得很 而我们的数据分析的同学 面对他们是个黑洞 面对这个CM体系 ERP体系 Finance体系它是个黑洞 他们做起来非常非常困难 了解吗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晰的现象 那什么是真正的价值呢 就是要对业务了解 了解的越多越好 对数据了解的越多越好 了解的业务 那些Dior BA Business Analyst 他们自己就采用用一些 Tools 他们很快自己就做一些 简单的分析了 那再比如说BSA了 Business System Analyst 那他们就更厉害了 他们就 很快他们就能做相应的分析了 对吗 所以在我们说对很多很多人 对中端用户叫Under-User 其实他们的部门都强调 你能不能做self-service 我们现在都是self-service 你想掌握一个Feed的Tool 很快啊 只要数据在那 你连上去 抓就是这个 Drag and Drop 是不是 然后Column 然后Field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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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l Column 很快就产生reporting了 而且 产生reporting是他们想要的 他们就是想做这样的分析 对不对 他们知道他想要什么 对不对 好了 这就是self-service 对我们这群人来说 我们就不能啊 就是我们就不能定义 我们也去跟他们要self-service 因为他们能self-service 我们还做不到 因为他们懂得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了解他们的业务体系 他们了解业务体系 他们的数据 对吧 好了 我把它列在这儿 就是说 我们是 professional 这个就是我们这群人所要掌握的知识体系啊 刚才那个在线上的巡 你看已经就一个月 就全部涵葬完毕 是吧 从这个我们的 Fundamental的到 新年来 advanced 对不对 我们ss is rs as 都是 advanced 全部 实践完成 是吧 那就说我可以这样的肯定的说 你的这个技术体系 技术 skills 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 即使啊 我还可以给大家这样说 其实很多很多在职场里面做了很多年的数据分析师 它都不可能拥有所有的这些知识体系啊 就是下面这些 都不可能拥有 大家了解吗 所以说当你都实践完成之后 实际上你的这个知识体系从一个层面 就是这个宽度来说 超都已经超越了很多在职场里面做了很多年的数据分析师了 当年吧 够了 够了 好 这个体系在我们这儿 那我这个放在这儿是干什么的 其实我们也有大数据的知识体系吗 有很多吗 这个就是根据你的背景 有的我们同学是要求职 senior level的 所以说那求职 senior level 你需要有相应的大数据的一些支持 一些knowledge base 是吗 这个我放在这儿 基本上我们线上的同学们是这个 掌握就可以了 其实这一部分啊 大家 这个你们都没有问题 其实我这个session 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两部分 这部分是你fundamental的掌握了 我觉得站到百分之求职的40%左右 就是 那下面就怎么样 你能成为一个professional 你怎么能成为一个 IT的professional 其实我在这个 我今天啊 做这个PP的时候 专门把这个都放在这个 右下角了 什么是IT professional 学得快 解决问题快 创新 这个我们都是IT professional 所以说当你作为数据分析师的时候 professional的 data analyst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定位自己是 IT的professional IT的professional 它的素养是什么 就是学得快 解决问题快 创新 这个其实这个素养是 一直在build的啊 所以说但是呢 大家要有这个要 要 keep in mind的 大家要有心啊 这就是IT素养 那我们就要 这个素养我们要 不停的有意识的去build它 对吗 好了那这些东西 后面这个 也是我们成为professional data analyst 就跟它是mapping在一起了 分析的能力 就是我们掌握了 方便mantle的技术体系 那我们作为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我们需要有很强的 相对的分析的能力 我在这边列出来了 SDLC 大家 先生的同学们 有谁知道SDLC 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 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要做项目 就是项目交付的life cycle 那这里面包括需求分析 对我们来说啊 我们是professional data analyst 我们要做需求分析 就是我们想了解了解 哦需求是什么 就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 那几个系统里面的BI 它如果是我们产生那样的BI 我们就得是基于需求 产生那样的BI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了解 我们要定出需求 有的需求是来自于BA BIC的 就是business system analyst 他们创建了 比如创建了CMPC 然后他们里面包括了数据的 数据的这个需求 产生什么样的BI 也就是来自他们的 至少我们这群人 要非常的能够非常的理解 和明晰 具体的数据的需求是什么 对吗 那怎么明晰 要回问问题啊 等会我们也会讲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叫需求分析吧 这个cycle 第二个 Solution 就是有了需求 我们定义出来 客户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样的数据的分析的结果 要产生什么样的BI 对不对 然后我们需要做出所入审 我们数据都在那吗 数据在哪个地方呢 然后呢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数据的转换清洗呢 我们要build的什么样的数据的model呢 然后呢我们才能产生相应的BI 是不是 我们这样的产生相应的BI 真正能满足业务的需求 对不对 我们还有优化 对吗 我们要把我们产生的BI 然后communicate 跟我们的这个audience 是吧 然后最后还优化出来 真正是他们想要的BI 那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叫SDLC 那在大家在自己的简历里面 一般的我都要求大家 不光是数据分析师 不光是我们这一群同行们 我要求我们这个体系下面所有的人 包括BABC Consultant DataScientist 都需要有SDLC 在在简历里面 这是一个帽子 一定要戴在自己头上的 对吧 好了 那对于我们 我们刚才说我们不是self service Data Analyst 我们做不了 是吧 因为我们不是业务 那我们到底 那复杂性 就是我们面临的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系统 是垮各个系统的 或者是数据量非常大 数据结构非常的复杂 我们要build的相应复杂一些的model 是吧 就是建模 然后呢我们可能不同的维度 build的相应的cube 然后等等等等 做相对多维度的 是吧 复杂的一些数据分析 这是我们要做的 随着我们这个资深程度越来越高 那我们 engage到整个的企业里面的数据生态 会越来越广 会越来越深 这就是我们的dealing with complicit 是吧 我这个舌头啊 说中文说多了 就不利索了 好了 大家了解了吧 这是 对我对 大家不要害怕啊 大家没有问题 只是大家要现在要change mind side 大家 这样的话 大家一定能成功 而且能拿到高端offer 大家不要害怕 还有一个 数据的准备 数据的准备 实际上是 我觉得是数据的处理和准备吧 对吧 抓取数据 数据要处理 然后呢 把它整合成我们所需要的数据集 对不对 然后build的我们所需要的 数据的model 对吧 还有一个 数据的准备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我说呀 这个数据呀 需要对数据有sense 对吧 就是我们要对数据非常非常的敏感 然后呢 我们需要对数据有passion 有是恶情 有的呀 那个天天对 是跟数据打交道 是不是很boring啊 对吧 但是 当我们面对数据的时候 面对的是整个业务的时候 你当你把你的数据业务 你越来越深入的了解 你的业务 和了解的数据的时候 数据里面 就意味着 有很多insight了 有很多intelligence了 了解吗 那时候 就不boring了 所以说 对数据有很强的sense 还有很强的passion 我说是这样的热情 了解吗 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这个 那当然 很强的分析能力 就是我们嘛 我们这群人就是做数据分析师的嘛 所以我们有很强的分析的能力 对吧 还有一个 tale story 等会我们还要 还要讲一下 你要 会tale你自己的story 当然了 就是作为数据分析师 我们能从业务的角度 来讲故事 对吗 来真正的convince 业务 让我们越来越深的 engage 到业务的operation 之中 这就是我们作为数据分析师的成功 了解吧 好了 那这个 我说的这些东西啊 实际上 以后啊 大家在准备简历的时候 都会在 简历里面 体现出来的 下面这个 就是我说 你需要了解越来越多的 business 然后 就得你越来越深的 抖闷的知识体系 大家不要害怕 大家一点都不要害怕 我放在这儿 就是因为大家 从我们这儿 丢出来之后 你会完全的outstanding出来 对吧 非常的了不起 所以说这个 那就是你刚才对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那三个系统 三四个系统 大家了解的越多越好 对不对 能给大家的职业背景 职业经验 职业的 背景啊 包括大家的教育背景啊 还有大家 抖闷的知识体系 很好的融合起来 那就是你的 business science 那就是你的 抖闷知识体系 所以我在这上面列出来了 刚才SYAM给大家展示了 ERP也展示了 Accounting Finance也展示了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系统 什么logistics呀 还有这个 HR呀 还有risk management呀 等等的有很多类似的分析 对吗 大家 所以说这就是你的 business process 那我说到这些东西 大家觉得那我 只是在我的一个领域 比如我是做sell的 我是做marketing的 那我是不是只能在sells marketing领域 做数据分析师啊 不是的大家 数据分析师是cross domain的 就是对于我们这群人来说 你有你的业务体做你的依托 是不是 然后呢 你可以求职任何方向 任何工业界的 任何轴闷的 数据分析师 一点问题没有 大家 因为 总体来说 数据分析师我都会讲 是你的 能力背景 是吧 你的素养 是你的能力 是吧 是你的背景 所以说你任何 cross industry 你都可以做 professional data analyst 好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 今天 今天讲的时间比较长了 我再花十几分钟把它结束掉 因为后面还有 还要给大家说怎么来学习呢 这个 那好了 在下面 刚才是讲的 讲的 你说技术能力素养 那好了 现在我们该怎么做 就我们这群人该怎么做 你自己是一个professional的 data analyst 我刚才讲的那么多 就是让大家 要认知一下 作为professional data analyst 怎么来position你自己 是不是 就是定位你自己 是吧 你现在看一个事情 在学习 在思考 在build你的企业级项目的时候 我都会给大家讲 你都需要 你都需要 以这个professional data analyst的这个mindset 去应对它 而不是单纯的 focus在你那几个技术的technical skill里面 technical stack里面 了解 大家 掌握那些技术 是你的fundamental的东西 是吧 没有问题 好了你现在就要把你自己 定位成 professional data analyst 好了 那在这里面 其实技术那边 刚才谈了那么多 谈了那么多 那即使我们那个 这个寻啊同学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起早汤黑的去 去汉葬他 对不对 整个的都走下来了 视频得好 得五六十个吧 五六十小时 是不是 很了不起 然后呢 其实我就让大家 掌握你fundamental的概念 你都 你走下来 但是呢 你只要掌握fundamental的一些 这个概念 形成这个抽象的知识体系 就可以了 我在这里面列出来的这些啊 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六个最重要的概念 其实我列在这儿 大家做参考 基本上这几个概念要都能 明晰的掌握 我觉得你对这个数据啊 你在上面很容易扩展 你掌握一个工具 你掌握一个这个 分析的一个 产品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一个就是这个 Normalization Denormalization 这个叫 饭式 饭式 D 就是反饭式 还有一个数据结构 OLTP OLEP 对吗 大家 就是 什么是Data Warehouse 什么是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 这样数据结构 对吗 还有一个 大家要做设计嘛 还是高度的职位 你要有一些Logic的设计 和一个 Mapping到Physical的Design 大家对这个需要了解 这里面包括你的就是你的数据构 相当你的Modeling 对不对 就是建模 还有一个有时候面试经常会问 Slow Change Dimension 用Surrogate Key 经常会问 就这个东西 就那很多人回答不上来 像这么简单的东西 大家心里要有概念 还有一个index 为什么要叫index class的index Non-class的index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还有一个就是了解 你在企业里面的 Enterprise的 BI的architecture 基本上这个architecture 跟这个很像 或者跟这个很像 基本上这些知识体系 我再把它简化一点吧 就是 这么大的知识体系 就这么多的东西 知识体系 其实你Foundemental 对这些东西 非常非常了解的话 你是非常非常容易 掌握extension的 这个数据分析的 这个工具的 是不是 非常容易 好了 那这个知识体系 掌握之后呢 大家 在这上面我标红了 SQL 是Foundemental的 所以对SQL的 特别是query 这样的语句 大家要达到 至少达到这个 我觉得达到这个basic的 这个级别 基本上 能扣的 能写 能写 这种script 所以SQL 大家需要多练 多练一下 我不需要你达到 intermedia来往 你就达到基本的 来往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 对要么是Power BI 要么是Tableau Hands on 这两个工具 只要有一个工具 你掌握得很透彻 那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SQL是Foundemental的 你都需要掌握 然后呢 上面的六个概念 是要掌握的 那掌握了上面的六个概念 你才能过渡到这 SQL 要练得熟一点 是吧 我不要求你掌握到 Intermedia来往 然后那个 Power BI 选择一个 非常非常的属性 好了 那从这个技术的角度 就没有问题了 大家 然后呢 build your professional 我刚才已经谈到了 SDLC 这个在你的简历里面 体现出来 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 我们展示自己的时候 Experience 是最重要的 对吧 IT里面讲究的是Experience 所以说当我们 其实大家什么专业毕业 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做IT的不能出处 但是呢 在你展示你的Experience的时候 其实最有价值的是 Project Management 就是你做项目 你是采用了什么样的项目的管理的模式啊 你在这个项目管理的模式下面 大家才能在一起在这个模式下面一块 工作 协同 交付项目 所以在这里面 大家掌握Squam就可以了 最多在掌握incremental 我都会告诉大家 大家以后都会掌握 大家不太需要掌握Wordford 是吧 Wordford 大家就是Pubu 大家有这个 听到就行了 好了 这是项目交付的 这个 Message 这是需要大家心里要非常清晰的 因为你是跟一群人一块工作 在这个项目管理的模式下 一块工作 在下面是什么呢 Business Mindset 跟你的experience 跟你的斗门知识体系 很好的融合在一起的 Business Mindset 大家在加入我们这个社区的时候 就加入我们学习的时候 其实 我都跟我谈过吧 大家 所以当我来 我都会给大家 每个人在我心里话想 你们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 你们的Business Mindset 在你们作为数据分析师 来展示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了解吗 还有 Business Mindset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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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 就是 我们要提供 solution 你要提供相应的solution 这个 而且你要做presentation 就是 我会到社区里面看 大家来看 那我定义的这个 underprise project 它是什么样的project呢 真正我来面试一个人 它什么样的project 是有价值的呢 甚至有了就不能成为project 比如做了一个assignment 对吧 比如做了一个 那就不能成为project 所以我们professional的data analyst 我们的project应该是这样的 我说的企业级project应该是多团队 就是数团队啊 这里面不光有数据团队 有开发团队 有BABIC团队 甚至等等等等 你数据团队也许有这个 专门做BI 就专门做data analysis的 专门还有做data pipeline 对吗 就是做ETL的 等等等等 多团队 数年 每年数百万刀的项目 这是我定义的 underprise project 你只有就是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让你真正的outstanding 凸显出来了 然后其实我同学看 我们有很多同学展示过这样的项目 在我们社区里头 大家真的应该去去看一看 其实我们不管展示什么项目里面 一定有数据 一定有数据的部分 是吧 好 这个是每个人必须的 就这样 然后tell your story 去拿到offer 好 其实我们说呀 现在我们 很好地展示自己都是tell story 是吧 我就说其实就一个叫tell story 就是你是一个好的presenter tell story 你的story能讲生动 就tell story 包括我们产生的BI 包括我们展示给我们业务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从业务的角度 来tell story 来convince业务 是不是 然后再来优化我们产生的BI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 不断地build我们的这个 Business Y6 是不是 大家 所以说其实我们面试求职 就是能非常生动的 对等的交流沟通 以tell story的方式把我们展现出去 把我们展现出去 把我们最牛逼的地方 最强的地方展现出去 其实 展现你什么呢 基于你的职业背景 然后展现你的技术能力 你的专业素养 和展现你的为人 是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求职拿offer 好了 其实就做到 就做到能做事 好相处 这就是我们就拿到offer 拿到高端offer 那下面就是社区是最有效的支持 我现在就要领导大家去看看我们的社区 我觉得大家以前社区不知道用的够不够 至少我觉得大家用的不够 我一直会把这个IT professional的 素养放在这儿 学得快 解决问题快 创新 那这个上面我就说一些tips suggestions 因为我们这儿我们的同学成功 在他们成功的历程中 我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少走弯路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首先 我们你把这个体系当成一个pipeline 在这边我刚才展示的所有的技术体系都在那儿 其实那只是你拿offer的40% 大家了解吗 拿到高端offer 所以followgadens follow我们train的pipeline 就是 跟着我们走是最快 最接近的 而且拿到的效率最高 然后拿到的offer 这个苹果最大最红 是这样的 一定是这样啊 还有一个 社区啊 社区 其实我们 我记得那时候SAM的同学啊 有一次那个社区我们 断了一天两天 哇 我这边就是我们这边的网管都封了 就我们同学啊 不停的联系啊 没有社区了 社区断了 知道吧 因为我们社区那次被hack了一下 恢复恢复 恢复起来很麻烦恢复 但是至少断了两天 哇那时候我们才认识到哇这个社区 大家是离不了社区 实际上是在这个特别是在求职面试的过程中 大家离不了这个社区了 了解吗 这里面太多的内容太丰富的信息了 我们后面的社区 视频就超过2000个 大家 我不知道线上的同学们 你们都去看了吗 你们真的去到社区里去浏览了吗 去汲取养分了吗 社区等会儿我会到里面看一下 然后 好了 这个我还是要强调的 你最最强调 sicle sicle 这个语言 我们现在 简历 T-SQL 把它至少 比较熟悉 是吧 比较熟悉 T-SQL 它比较简单 它不是程序语言 对我们来说 大家熟悉它 熟悉它 还有一个 Power BI和Table 掌握的一个比较熟悉 那你两个掌握就最好 是不是 只是说我们就是最少的要求 就是要么Power BI 要么Table 非常熟练的掌握它 和应用它 就可以了 是吧 还有一个 我这边把它标红啊 就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同学 其实这是我最最要给大家提醒的 就是以最忌讳的就是知识的碎片化 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知识体系啊 那些知识体系 像这些知识体系 你要是钻起来呀 你要是钻SSS SSRS SSS 那也是无穷无尽的 了解吗 了解吗 TN1最忌讳的就是在这里面钻 那个 蜘蛛壁脚呀 就是在里面 我要把这个弄清 每个两个都要试一下 这个对我们求职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求职是这样的 概念 形成概念 概念抽象成知识体系 就是体系我们能拿来为 企业来提供 解决问题 提供解决方案来解决问题 这个够了 千万不要在里面这种钻牛角尖的 这个 所以说这是我们最最竞技的 就是在里面钻牛角尖 钻不完的 永远钻不完 钻得无穷无尽 会越钻越多 越钻越不知道尽头在哪 所以说那主要还是不要让知识碎片化 不要只学了我学了Power BI Power BI就Power BI Table就Table 我学了SSS就SS 要把这个知识体抽象 要把所有的概念抽象成知识体系 是不是 是这样的 最忌讳的是钻牛角尖 但是这个 SQL和Power BI或者Table 是一定要含脏的 是一定要 杂杂事实的去实践它了 这是给大家的建议 还有一个 大家问问题 非常鼓励大家问问题 其实大家在我们的session上面 大家问出的问题 我就能判断你在哪个level上 大家相信我 你问一两个问题 我就知道你在哪个level上 一般同学们问了几个问题 我说你可以求职了 你可以求职了 就不要在里面再钻了 你就开始 准备你的简历 是吧 然后你的企业级项目可以优化 然后呢 真的就可以开始求职了 往往我遇到这样的情况 是我们同学 因为 心里没底嘛 是吧 总是哎呦 觉得自己还不够Ride 因为觉得这种知识的碎片化 碎片的知识还没有完全的都 都 撞完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我 我说你Ride了 还有我们刘老师 刘老师 我以下面的session 又下下的session是刘老师 我给大家说 我给大家说 你一定Ride了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就是说这个 Asking valuable questions 因为当你问我问题 跟我沟通交流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在哪 非常清晰 我就知道你在哪个位置上 知道吗 所以说有时候我会直接了当的给你 指出来 我说不用再转了 把这 Scape 把这一部分Scape 不重要 一定要跟随我 因为 过多的这种钻牛角尖和知识的碎片化的学习 一定是反生产力的 大家我们来这就是拿高端offer的 是不是 好了 然后我刚才说做IT professional学得快 解决问题快创新 你想你钻牛角尖在里面钻知识碎片 那能学得快吗 是不是 还有一个 解决问题快 解决问题是我们这个professional 都要具备的 其实 其实你会发现在项目的过程中 其实你每天都在 不停的在解决问题 即使你非常非常自身 你非常非常自身 每天也是在不停的解决问题的 了解吗 解决问题当然是能力了 但是我们也需要有足够的辅助 是吧 所以说我们社区 还有 Google University YouTube University 这个在上面来解决问题 就是 要试着自己主动的 proactive的去解决它 这就是professional 那我们这个知识体系 我们这个体系再建议 我再给大家强调 建议的学习时长是多少 其实我们像荀在线上非常好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就四周多 四周五周 整个的勘藏完毕 这个真是了不起啊 其实我建议大家是10到12个月 10到12周 10到12周 的学习 两个月的求职历程 然后我再强调 学得快解决问题 快创新 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体系里面 就加入到我们的职业社区 我们职业社区 大家是终身的啊 就是我们一般我们的朋友 同学们在这边 三个阶段 一个是知识体系的完整的学习 还有就是求职 拿offer 最后是 第三个阶段是到企业里面 是吧 去成为professional 在里面来 来成长 来发展的 其实最难的这个阶段 两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们建议 平均下来 还是最 对我们最大的 挑战是最大的 我是让我们最不舒服的 大家了解吗 因为求职过程中 抱着希望 发简历 然后开始面试 然后有可能被拒 一般会被拒开始 是吧 最终 我们拿到offer 这个历程不长 但是呢 它是蛮折磨人的 是吧 那么学习 我们都没有问题 到企业里面 一点问题都没有 到你拿到offer之后 你一定能做 做得非常然好 没有问题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 强调的 progress 大家越快越好 了解吗 就是 如果你走得很快 我们非常 我们最喜欢的就是 短平快 拿到高端offer 这是这是我们最最喜欢的 然后我们老师 我跟刘老师 最支持这样 哎呦 快完了 等会儿我们到社区 先到社区里面看一下 大家我不知道 大家有多少人在我们社区里 浏览过 这个社区我每天都会上去 大家在里面的提问 我都会第一时间来看到 来回答他 大家你可以看到吗 这里面有多少多少的内容 大家在求职面试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谁看过 这里面的这种面试问答 面试题呢 这都是真实的 这个面试题啊 里面都有数据相关的部分 不管是CRM 不管是ERP 不管是做devaliper 一定有数据相关的部分 大家看吧 这里面 我们比如这个 CM这个体系的同学们 他们的面试 面试问题不可能超越这些问题 他们只要在那里面 提取出来30个问题 做完整的准备 基本上不会 面试不会说面试问题 把大家瞒住的 大家了解吗 大家了解吗 你看我们最新的同学 每一个 基本上有很多很多同学 我们都会 在里面 把最新的这个面试的这个题 放在这上面 大家看过吗 我就说线上的同学朋友们 这么多面试题都是真题 都是真题 所以说这个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内容 这就是社区啊 大家 你们都在里面 你们都是可以访问的到的 你看我们讲的 我们下面讲的 而且这里面所有的面试辅导 你再看看这里面的同学 这里面的不同的职位的面试辅导 Developer BA BA 有时候跟我们数据分析师很像 然后那个 Project Manager 然后这个BA BA的面试场景 这都是真人真事啊 现在这里面的 就这个 视频里面的每一个朋友 都非常非常厉害了 我觉得基本上都Senior了 因为 我们当时来做这个面试辅导的时候 就是从开始 就是开始 偷简历 然后拿到第1个面试 第2个面试 拿到offer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 完整的体系啊 完整的求面试求职辅导 我们说我们要首先 变成IT Professional 对不对 这里面首先 这里面职位都是不错 都是很高端的 所以大家 这个面试辅导 对大家在求职面试时候 有巨大的帮助 我们同学是离不了他的 大家了解吗 我就说了这些东西 你看到里面太多太多的内容了 然后你再看看 我们这个体系也会在 你看 这是我们所有的 视频啊 这是所有的视频啊 最近一次讲的是7月25号 大家不要以为 这是CM的视频 不是啊 大家你在里面有很多很多 大家你们可以在里面汲取的呀 对不对 你们可以了解这个业务体系啊 这里面有大量的数据的部分啊 因为对于这个 BABSA 数据的支持体系是他们必须拥有的 在他们的简历里面 展示的数据的部分跟你们一样多 了解吗 所以说 我就说 这些 这个社区一定要用起来 就是 这个社区是不得了的 我再到那 还有很多很多内容 很多很多内容 然后大家说项目 哎呀这个项目怎么弄 好了 我告诉你 有无数的真实的项目的展示啊 这么多这么多 这可都是真实的项目展示啊 大家 这里面都是真实的项目啊 这都是解决方案啊 这里面还有数据迁移的项目啊 对不对 你打一下data的项目有没有 我不知道啊 有很多都是数据迁移 更非常复杂的数据的项目 从这个on-premise到云端的数据迁移 整个ETL都真实的项目的展示 这里面这个社区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多少人在这个社区里面 流连往返呢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这很多很多了 我就不一一走了 你就打一个数据的项目有很多 就是数据的项目呀 有很多很多就是数据的项目 大家了解吗 data的mining 看到了吗大家 然后这个data pipeline 然后大数据 这都是数据相关的 大家在里面浏览吗 好了这个社区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然后还有一个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马上结束了 实践 实践项目有多少人在这个实践项目里面做过事情呢 我们这个项目是真的企业级的项目 真的是企业级的项目呀 这里面有各种团队 有数据的团队 数据分析的团队 有 这个ETL的团队 我们叫data pipeline的团队 有BABS的团队 是你完全在企业里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数年 每年数百万刀 数团队的项目 数团队 数年每年数百万刀的项目 大家在里面看嘛 这都是企业级项目呀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期的企业级项目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会让我们这个社区越来越强大 大家一定会的 我们会把这个社区育育得越来越强大 所以在大家在里面可以很好地来汲取啊 整个的支持体系 对吧 可以在上面发问题 可以分享你的经验 等等等等 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 而且视频都是视频 我刚才谈到的那些企业级 你看看他们的企业级项目的那种展示 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这些这个数据分析师的 同学们一样的 你们以后也会需要展示企业级项 企业级项 好了我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把大家的时间用完了 大家没关系 我再给大家一些时间 大家可以问问题 可以问问题 可以我再给我一分钟 那么Professional Data Analysis Career Extension 就是大家做数据分析师 经常有同学问我了 老师啊 那做数据分析师 我的下一个jump在哪 下一个stop在哪 基本上那数据分析师啊 随着你的这个知识体系啊 对业务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入地engage 对吧 然后对数据处理的这个数据越来越复杂 数据量越来越大 你从事的项目越来越复杂 是吧 那你在这个数据分析师这个领域啊 可以 一直往下走 single level一直往下走 你的知识体系越来越高越广 有的部分非常非常深 一直往下走的 还有一个 就是那我说 crossing extension 不是说你jump啊 其实对等的 它是不同的这个 这个类 大家了解吗 并不是说那个这个职位就比数据分析师高 不是的 你可以跨过一个类 因为我就说当你在build你的business science mind side的时候 等等等等 实际上呢 你就 走的是就 其实数据分析师的这个线 大家有的企业叫 也就做面向产品的企业 甚至把 他的BA 很多很多做的就是数据分析师的工作 大家了解 他叫BA Business Analyst 那么BSA就是另外一种职位了 他就更要求更多一些 那么说大家可以 对业务体系越来越深厚的了解的时候 大家可以称之下类 到BSA这个类上 还有一个 Data Scientist 其实大家如果听到我讲过这个 数据就是这个岗位序列的话 Data Scientist应该属于BSA这个序列 那么Data Scientist的跟我们数据分析师 其实Data Scientist的百分之七八十的要求 跟我们数据分析师很像 就是他们要 他们需要对这个业务体系 非常非常地了解 对于Data Scientist的 他们应该是SME Subject and MicExperts 还有一个 他们至少有百分之六七十的能力 是分析的能力 跟我们数据分析师非常非常像 只是他们呢 可能需要了解一些 需要Build Machine Lining的Pipeline 需要了解 用Python 对数据做准备 处理和分析 然后最后呢 优化 它所Build出来的Model 就是这个 通过Machine Lining Train Build了相关的Model 然后部署到我们的生产环境下 支持我们的生产的 这个运维的 这就是但是呢 至少它的分析能力 跟我们的 数据分析师非常非常像 是吧 我们的数据 它需要就有相关的分析能力 还有 Dowman的 深度 Dowman的知识体系 非常深 那这都是我们啊 作为数据分析师可以扩展的 不是扩展的 它可以纵向 可以这种不是 横向 横向啊 横就是 平行 collateral的 cross 是吧 这个方向 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就给大家说了 如果大家 在这方面有深重的探讨 都可以啊 给我来探讨 好了 那我们现在到PoA了 抱歉我超了三分钟 四分钟 好了 请讲吧 请讲 OK 我有两个问题 可能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啊 就是 就是关于 刚才老师您说的那个部分 其实最近我也很 有这方面的一些疑惑 就是我在 Technic Skills上面会有一些基础了之后 就是 其实在实际 比如说 有一些业务需求 或者是这种的时候 我其实还是 没有办法去做 提述分析这个 就是做业务分析这个能力的 就是 因为 可能就是对 就是业务体系 或者是需要的那些 什么指标的一些运用方面 就是 不是很熟悉 我就想这方面 应该怎么去做一些 提高或者 我去怎么系统的去学习呢 因为之前的技术 是有可以看 视频 你去练习可以提高 如果是在这种分析能力 就是比如说 思维方式 然后这种了解业务体系 这个方面 怎么去做学习 这个没问题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所以说 当就是我慢慢 当你的知识体系都掌握的时候 至少你认识到 这是一个 这是你要抓取的 要在这里面充实的一部分 其实我们每个人 我就在说 每个人其实你们 都有你的斗闷 对吧 你们都是 你们也许不是做 学习数据分析师的 就是这个 academic的教育 但是你们都有 你们的 斗闷知识体系 还有一个 你们都有experience 了解吗 所以说在这个 就是当我们在 创建一个行业的解决方案 我们就说 这个体系来提供相应的数据的解决方案 这里面包括Data Pipeline 包括BI的需求 以及如何 产生这种 什么样的方式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产生相应的BI 或者是甚至由 Data的迁移 数据的迁移 包括on-premise 到云端 所以这个体系啊 都是在我们这个 深化 思考 然后结合自己的 experience的时候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还有我们社区里面 你会了解到 我们社区里面啊 至少有几十个行业的 解决方案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里面有业务的 有那个 项目创建的 还有相关数据的 这个是一定能 丢起来的 没有问题 然后我最近在看很多 类似的一些 他会有介绍一些方法论 就会有一些什么 指标体系 分析模型 那这些是我们作为数据 数据分析师 需要掌握的吗 不需要 我非常明显 就是跟着我们的 pipeline 我们有什么 就有什么 那些 不要 我告诉你啊 有的是为了上课而上课 有的可以把数据 我就经常看到一些广告 甚至把这个数学的 统计学还要做一个课 来讲 不需要 一点都不需要 就跟着我们的 pipeline 一点问题没有 而且我们是高端的 professional data analyst OK 谢谢